各位老師現在要來錄製一段 有關於在 Learn More 學習吧裡面 如何增加一項新課程 並 將你的學生加進來的方法 來首先我們登入 學習吧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有兩個框枝 一個是新建課程一個是加入課程 因為我們要建置一個全新的所以 選用新建課程 當然要先輸入課程名稱 比如說 比如說我要做一個 5月29日 星期六 的學習課程 好 名稱打完之後按建立 它就會出現一個空白的課程表 接下來只要在課程表裡面的主項加入就好 那怎麼樣在空白的課程表裡面呢 加入內容呢 那這裡有一個新增章節 那你這是什麼課程呢 先幫大標題取好 比如說是 我一般我的習慣會從這個時間開始建置 比如說洞八三洞 一直到 洞九 兩洞 好 這第1節的課程比如說是 123 我先隨便取一個 這樣的課程 那這個架構放好了之後呢 再決定裡面要什麼東西 好那這樣子就直接建好了 就一個一個的章節 後面可以陸續一直增加 那除了用打字的方法之外呢 我們還可以另外一個做法 到其他已經建置好的課程 比如說 我之前已經有限制 限制好的課程 因為我們剛做一個0529的 那這邊有建置好的跟他 可能架構上非常類似 很類似的或者是經常要做的項目呢 其實你不用每次都重新打字打新的 直接從這邊 按鈕 三個點點按進去 這裡有個複製的按鈕 只要按複製 然後把它指定到你剛所建置的0529裡面 勾選 複製 繼續選 比如說這裡還有一個下午的 一樣按複製 勾選 你要複製到哪一天的課程表裡面去 這個有一個科目 比如說這個遊戲時間複製 一樣丟進去 那我剛剛複製的三段課程內容 到課程表裡面 我們現在再回頭去檢查一下 0529 他還在未分類課程 好 那一般你還沒有你新建的課程都會放在未分類課程裡面那我們到這裡就找到他了 那點進去之後呢 我們剛剛複製的內容 就通通都進來了 然後 前面這裡呢可以去調整他的上下位置 這樣子建置起來就非常的方便 那如果你這樣的課程內容呢 已經全部建置完成請不要 忘了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 把 這個課程的邀請碼 公佈給你的學生 公佈給你的學生或者是 直接 把這個課程的連結 複製起來 然後公佈到學生的 社群或者是公佈到 賴群 只要 學生可以接收到的地方 他一點這個連結或輸入代碼 馬上就會直接跳進這個課程中 當然過程中需要用他的教育員 找好去登入 登入完之後直接就會跳到這個課程裡面來 一旦學生加進來之後呢 你就會取得你 所有學生的資料 那第二次在建置的時候呢就不用那麼麻煩了 我們在這裡 看一下這裡有第二個加入學生的方法 就是 一份課程建置完畢之後呢請你這裡按 課堂成員 然後我事先好 收集好的學生呢都已經放在我的 每個分類的群組裡面你只要一勾 就可以把所有的學生通通都加進來 那你看一下 這就是我建置好的學生群組的名單 就一口氣全部加進來 只要我有加進名單的學生呢 他才可以看到我這個課程 那另外有關於這個課程的 權限 那首先呢這裡 有分 成員怎麼加入 這裡有分成三種 第一種叫私人一個不公開一個公開 公開就任何人都可以看到 那不公開跟私人有什麼差別呢 這裡有一個驚嘆號看一下 他的差別在這裡 如果是私人呢 他要加入你的課程 只能透過邀請者邀請 就是說我必須給他邀請碼 或是給他連結 那第 第2種 他只要 第1種私人課程 只要有邀請碼或是連結他就可以加入課程 那第2種什麼叫不公開呢 你如果選這個不公開的話呢 他的意思是 一般的人看到你的課程想要加入的時候他可以提出邀請 然後等候課程就是你設計者 審核通過 才他才有辦法看到 所以我這個是給封閉型的只是給我自己學生所以我這邊挑 這個挑私人 那另外 助教要不要開放 如果說你這裡面需要第2個老師進來協作 那你這裡可以挑手動審核就請那個老師 進來之後你再去審查 同意他成為助教 那成為助教呢他就可以幫忙編輯這些內容或者是 可以複製你的課程到他那邊去 然後別人可不可以複製你的課程 這個你自己決定 看你做好的課程要不要 跟其他人共用 好 那這裡是幾個有關於 權限的設定 那這些都設定好之後呢你的同學進來就可以逐項完成 每一個課程內容所要做的任務 那至於現在這個課程呢只是空的一個title而已 他只有一個代表體 裡面並沒有任何內容 怎麼樣增加 這個課程的內容我們 這個有一個下拉選單下拉選單下去之後呢如果你還沒有做的就會變成是這樣子 是空白的什麼東西都沒有 那你這個時候只要加一個新增素材 那新增素材可以做的事情非常多可以加入一本書 或YouTube上的影片 或是網路上的某個連結 你上傳的某個聲音檔或是上傳一份測驗券 或是這是最常用的請學生來寫作業 教作業 那我這邊示範一次作業怎麼設定 我現在要新增一份作業給學生 按確定 那這裡分成一般作業當然 還有第二種是中文語音辨識 請學生朗讀課文 AI會去辨識他讀得好不好 也可以這對英文老師更重要的英文語音辨識 可以請學生去錄製一段課本的 對話 然後錄製傳上來之後來判斷讀得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要進行的是一般作業 那一般作業呢首先輸入作業名稱 比如說 這是0529 我通常都會寫日期 然後寫這是什麼科目 例如說是數學 OK 數學習作 比如說要他們去寫紙本的 批100頁 到批 102頁 好 那這個內容呢 是這樣子 那至於這個作業要怎麼怎麼傳 怎麼完成呢 比如說是 批改 批改 訂正後 我們第一次可能會進行批改 批改完 線上共同批改完之後呢 我們可能會請學生呢 用 比如說 老師會指定 蘭筆訂正 蘭筆訂正完 然後拍照 上傳 那這裡因為有兩頁所以他會上傳兩個檔案 那你這樣子做說明學生就 知道接下來這個作業是要做哪些動作要完成什麼樣的任務 藍色筆 好這樣子 那學生就有一個 只要拍完照只要直接上傳就好了 然後他 一次兩次三次他可以 這個通常不限次數啦比如說他第一次腳交 他覺得不好他想要更換他可以腳交新的去覆蓋舊的 後面最後這項是作業腳交期限 比如說這從今天開始那一直把他限定一個日期 預期就不收 那學生就要把握時間 那這樣子腳交期限時間 等這些每一格都作業完成之後檢查一下你就可以建立一份新作業 那當你建立作業呢你剛剛加入的成員 每個人都會收到 都會收到一份要寫作業的清單 那 老師可以透過這樣子去看 到底哪一個學生已經腳交也可以直接在 線上直接就做快速的批改 批改完直接打分數或者是 他的作業沒做好 那我們可以直接把他退還或給他建議直接退還 所以在在這裡 管理上就顯得非常方便 無論是文字檔錄音檔 或是照片檔 圖片檔都可以在這裡做一個 批改 然後記錄的動作那一旦 學生腳交完畢系統就會去記錄 他這份作業 已經完成那學生就可以得到一點 那這些累積的點數就可以成為打分數的依據 這是 建置作業的方法 那我們看一下剛剛 做好的 作業就出現在這裡了那我們看一下學生的畫面 這是老師的畫面 老師點進來可以做這些動作 好 好那這樣的動作非常的簡單也很容易管理 好那 這樣的內容希望對大家有幫助